严席会议室分别在三重及板桥两地的静思堂举行 这样大型的营队活动一定少不了 人文真善美志工记录的身影 这次由中区人文真善美志工 来负责记录板桥场次的课程 他们特地从台中搬来了一支小手臂摄影机 来协助捕捉镜头 也为营队活动留下了更丰富的画面 锁上螺丝 套上脚架 再放上摄影机 专业摄影用的小手臂大功告成 而这套媲美专业的摄影器材 竟然都是中区人文真善美志工们 一点一滴拼凑出来的 看到这样子的影片 师兄里面 人文真善美团队的师兄里面 有人做模具的 有人做哪方面哪方面的 是集合大家的那种想法 会做哪部分的师兄 就赶快去做哪部分 会用线材萤幕的师兄 对这个相关比较懂的 就是去弄这些 板桥镜司堂 海外志工正在礼拜法华镜 负责文宣记录的中区人文真善美志工 第一次搬出这支小手臂摄影机 协助捕捉镜头 希望增加画面的丰富性 这样子的场合 坦白讲这样子的机器 也是尽量说尽量缩小一点点 尽量说拍几个镜头 我相信远从台中 带这次上来 一两个镜头能够留下这个历史 我相信就非常的足够了 为瓷激写历史 为时代做见证 中区人文真善美志工 展现的不只是和合户协的默契 更是一份用心的专业 大新闻这上面志工台北报道